说起妖怪,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如今荧幕上播放的各类玄幻影片中 一般都少不了妖怪的身影 日本自古就想与妖怪列岛 八百万神国之称 有着悠长而丰富的妖怪文化 更有人说,不知道妖怪便不懂得日本文化 那么,为什么妖怪文化在日本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这其中又经历了什么演变过程呢? 妖怪,日语字典上解释为 人类智慧不能解释的奇怪现象或者异样物体 出于对自然不明生物的敬畏之心 日本远古民众把自己无法理解 无法控制的力量通通称为妖怪 不过妖怪一词是在江户时代才出现的 在这之前这类生物一般被称为画物、物怪等等 日本的妖怪文化最初还是起源于民间传说 远古时期科学落后 思维封闭 有很多不能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便凭想象与传说来解释 野兽的袭击、畏惧的黑暗、自然灾害和未知的恐惧 在敬畏于恐惧中 人们将这些归因于神灵、鬼怪的存在 渐渐地形成一种原始类似宗教的信仰 于是各类妖怪传说在日本蔓延 妖怪文化开始萌芽 那么日本知名的妖怪又有哪些呢? 天狗是日本传说中的一种生物 民间性养常认为是妖怪 一般认为天狗有又高又长的红鼻子与红脸 手持团扇、羽扇或宝锤 身材高大可达2.5公尺 穿着衫服、背后长着双翼 通常居住在深山之中 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怪力和神通 妖际旋着武士刀 穿着日本传统高脚木鸡 随身带着搜衣以便随时把自己隐藏起来 也具有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 日本的天狗最早源自中世纪后期 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狗 有一只大大的翅膀和一把可以攻击人类的鸟嘴 能在天空中飞翔又抿压天狗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 天狗会拐走迷失于森林里的人 因此古时候称小孩突然失踪的事件叫做神隐 就是被神明隐藏起来的意思 据日本古代传闻 天狗会将迷路小孩的小弟弟咬下吃了 中世纪后期 原本以老鹰为形象的天狗 转变为鼻高天狗 鼻高象征傲慢的态度 即日语中所谓的自慢 鼻高高 河童是居住在河川如孩子般的动物 是日本神话中的传说生物 有鸟的慧 青蛙的四肢 猴子的身体 以及乌龟的壳 如同多种动物的综合体 传说它的落点是头顶的蝶 只要诱骗河童弯身 让它头顶蝶子里装得水流尽 它就会精力尽湿 据说目前日本存有河童的木乃伊 很多日本人都相信有河童 虽然几乎极少人见过 据民间传闻 河童长得瘦小 高约60公分 重约45公斤 身上有臭味和粘液 难以捕捉 据说某些地方的河童全身长毛 它还有会发光的圆眼 眼神泪沥 鼻子突出有着敏锐的嗅觉 手臂还有再生功能 每只手只有四根手指 手指与手指间斩有谱 臀部有三个肝门 酒吞童子的名气在日本妖怪中仅次于九尾湖 因此长成为许多戏剧传奇游戏中的题材 而且由于酒吞童子是鬼的大头目 所以有人说酒吞童子是日本最强的鬼首领 传说酒吞童子是盘踞当波国大江山的鬼怪头目 据世丁时代的郁家曹子记载 酒吞童子喜欢化身英俊少年 勾引女性并喝光他们的血 由于受害女性都是年轻的处女 又有处女杀手称号 后来一条天皇下旨 命袁赖官率领 赖官四天皇前往讨伐 最后酒吞童子被袁氏所持明刀斩杀 也有人说京都大江山买着酒吞童子的首集 是后来的首种大名神 玉藻前世日本传说中 由白面金毛九尾湖 变化而成的爵士美女 据传在平安时代末期 鸟语上皇怨政期间出现 由于她才识广博 又爵士美艳 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美女 即日本第一才女 玉藻前最初名为藻女 十八岁时被清典入宫 成为鸟语上皇的女官 由于她貌美如花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很快就得到赐名玉藻前 玉藻前凭着上皇的恩赏 权势也越来越大 但不久之后上皇突然重病 卧床不起 天皇家的御医却无法查明病因 后来由阴阳士安倍其名的孙子 判明是玉藻前作怪 她根本不是什么美女 而是一只白面金毛九尾狐 后来她从宫中逃出 不知去向 后来讨伐军队玉藻前展开追击 但玉藻前死前 变成一个巨大的毒石 散发出的毒气 杀死了附近的动物 后来称之为杀生石 在平安金时代 妖怪文化进入到一个 飞速发展的时期 公元六世纪 日本根据阴阳五行论 创建了阴阳道 虽是平安时代 但这一时期的日本 发生了大量的天灾人祸 正好阴阳五行又发展到鼎盛阶段 人们将这些灾难都归因于妖魔鬼怪 同时还产生了平安时代的四大怨灵 分别是奸元道真 贫将门 早梁亲王 崇德天皇 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妖怪 大多数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大约有四百多种 士丁时代 日本社会开始走向安定 人们不再向妖怪鬼神祈求庇佑 然而妖怪文化并没有因此堕落 反而更加昌盛起来 这时人们已经将民间传说 转换成一种更高级的信仰 妖怪文化开始以文学绘画作品形式传播起来 同时人们对妖怪的形象 进行了一定的改造 很多妖怪图籍也应运而生 十分有名的像白鬼夜行绘卷 以及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 收录了阴魔裸鬼 富丧神等百余种典型的妖怪 进入到江户时代 日本妖怪文化达到一个黄金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怪坛学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百物语 后来怪坛由民间走进了艺术与文学 在江户时代 绘画家们最喜欢的题材便是妖怪画 代表画家鸟山石叶 倾其一生完成了画图摆鬼夜行 金兮画图续摆鬼 金兮摆鬼时宜 画图摆器图兰带共四部妖怪画卷 描绘了两百余种妖怪 日本人今天所熟知的许多传统妖怪的造型 基本都是鸟山石叶所画的 同时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 专门记述灵异鬼怪故事的故事集 如上田秋成的金谷怪谈与乐物语 被誉为怪异小说的最著名杰作 江户时代最出名的唱说小说家 曲庭马琴的八犬传 再次将怪谈推向文学殿堂 那为什么日本人会在神社供奉妖怪呢 这与中国及欧美地区不同的是 日本的妖怪善恶界限并不那么分明 在日本最出名的妖怪天狗 一方面拥有邪恶的力量 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但又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化身 神通广大 能给人们带来福祉 在日本很多妖怪并不是站在邪恶的一方 与正义势不两立 而是处于善恶的边缘 具有可切换的两面性特点 日本人普遍相信 怨灵若被好好供奉 也能成为神灵 其实这与日本的民族文化 有着类似的地方 有典雅细腻之美 也有粗暴凶残之处 拥有现代最高科技的研发 却又十分保守敬畏传统 深信科学真理的同时 仍然对传说鬼怪念念不忘 科学发达的今天 许多不能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已经有了答案 但妖怪文化 已然在这个国度留下了 不可抹去的痕迹 文化和历史的厚重感 仍然肇事着它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甚至还有了专门的妖怪学哦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妖怪博士小松和彦指出 研究妖怪不是单纯的 研究那些虚无的东西 而是要揭示其隐藏的另类文化 如今妖怪学在日本各大高校 都已经开展课程了哦 就像日本漫画家水木帽先生曾说 妖怪在人类还没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或许现在仍存在着妖怪 只是我们不知道它躲在什么地方而已 我们以前没有走过这条生路啊 转开呢 先当时再说嘛 别拍了 那我们就用塔罗牌来决定 先出去找出路吧 还是没结果出路啊 我 我 我觉得这些都 都都都都都不够 你敢说什么 还挺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在什么 加班的时候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分钱也没有分到呀 所以说还不知道谁来的 阿里的事 是不是你搞的对 那个平时 不要忘了上次第一个走的走的路见就是你 通了该是 我怎么清楚在哪里 我们说的下 都不害了 现在想像我们一个人的遗伤 是前一大的前方 你 你 阿妹 你刚才我干 你 小说《灵魂王之剑》 现已登陆Ridmo 独墨 Google Play Box 《灵魂王插画集》正免费放送 而《灵魂王之剑》的第一卷 亦可在Ridmo免费下载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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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王 ens》